大家好,欢迎来到创造力AI程式课程 今天我们要一起完成任务哦 这个任务就是要设计做自己的农场 农场简单来说就是耕种粮食、蔬菜或者是饲养动物并且进行贩售的地方 现在的新农场更是一种种植、养殖、休闲还有娱乐的混合型场所 让我们一起来设计一座属于自己的农场吧 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咯 首先我们先来做初始设定 就是从作品这边新建一个作品 那这个我们选舞台程式设计 把它命名为农场生活 按确认这样新的作品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选择舞台背景与角色 舞台背景当然就是农场 所以我们在这边加入农场这个背景 你可以从户外这个分类找出农场 点一下就增加完成 接下来角色 请你加入你喜欢的动物 那这边我们加入一只母鸡 好 我们加这个hand进去 再来还有一步是我们要隐藏 或者是删除不需要的角色 那在这边我们就点这个sprite1 你可以隐藏它 就是按这个眼睛的这边隐藏它 或者是你决定完全都不需要用到它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删除 接着我们要来改变角色的大小还有位置 改变大小当然就是从外观这边选 目前的尺寸是百分之百 那如果你觉得它太大 我们可以把数值设小一点 就变成50了 你有没有发现虽然我改成50 可是这只母鸡却没有变动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加入一个执行它的按键 所以这边我们从事件里面加入 加入这个 当三角形被按下点击的时候 就会执行程式 那我们再试一次 现在母鸡就变小了 那再来我们要设定它初始的位置 那位置一样是动作 所以我们加入一个定位到XY 这里我们想要把它设定成 X在74 Y在83 有的时候你想要把它放在某个地方 可是你不知道数值是多少 那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角色放到你想要的位置 然后打开动作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它的定位 这时候拖出来就可以用了 那现在我们设定74跟83 点一下 这只母鸡就跑到我们想要的位置了 再来我们要让角色动起来 当角色动的时候 我们希望它有不同的造型去变换 如果这只母鸡 同样是这样子的动作 去移动的话 看起来就会很像立牌 就很不像动画的样子 所以我们利用不同的造型变换让它更生动 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下它有什么样子的造型 按造型这边 然后看一下有什么造型 有A B C D 那我们这边我想要让它A B交错着移动 然后我们回到城市来选择 选择外观 选择两个造型 A造型跟B造型 接着我们希望A造型会移动 B造型也会移动 所以我们加入移动10点 那我们来试试看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并没有办法观察到 这只母鸡有A跟B造型的变换 这是因为它变换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我们的肉眼没有办法看见 那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 我们只需要加入控制的等待 这时候等待0.1秒 这样就可以看出来了 那我们再来试一次 现在这只母鸡移动的状态 是我们想要的 再来我们想要让这只母鸡 一直重复的移动 所以一样加入控制 然后重复限次 再来把我们刚刚设定的 变换造型等待移动 统统放进去 现在我们试着 执行一次程式看看 糟糕 我们发现一个状况 就是这只母鸡会卡在边边 没有办法动 可是我们希望这只母鸡 碰到边边之后 会自己转向 这时候我们就要再加入 其他的动作 也就是碰到边缘就反弹 然后规定一下 它反弹的方式是左右 如果你没有规定 它有可能会是不旋转 也就是这样 得退撸 但我们想要它 碰到边缘反弹的时候 是左右会相反的 接着我们再执行一次程式看看 开放了 这次的程式我们执行成功了 你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把这个农场建立起来呢 希望你有设定成功哦 上完这个课程 也欢迎你继续上我们下一个课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